52岁任贤奇尽照曝光,由腻到好友都不敢认,昔日天王变成这副模样,原因曝光,网友直呼心疼。 说起任贤奇,大家一定不陌生,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快智人口的歌曲。 像《心太软》、《我是一只鱼》、《伤心太平洋》等等,可以说任贤奇代表了一代人的回忆,而任贤奇凭着这些歌曲迅速走红,被称为亚洲天王。 但是后来他退居幕后,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。 而今52岁的任贤奇曝光尽照,竟然连好友都不敢认,任贤奇到底经历了什么? 任贤奇是演员、歌手,又是老板,在圈中更是有着亚洲天王爵士好男人歌侠等称号,可以说是大中华地区最具社会影响力的男歌手。 而大家最初熟悉他的歌曲,那肯定那首《心太软》了。 当时的任贤奇可是凭借着这首歌迅速走红,而这首歌也成为了当时的销量冠军,打破了很多记录,更是击败了张学友最火的吻别。 之后的任贤奇事业发展也是很顺风顺水,在歌坛的地位也是慢慢上升,更是推出了不少快智人口的歌曲,成为一代人的经典。 除了在歌坛之外,在演戏方面也是很有造诣的任贤奇拍摄过不少领事作品。 而把任贤奇捧红的那首歌《心太软》其实是由陈焕昌所写。 陈焕昌是一名中国台湾词曲作家,更是音乐制作人填词作剧人。 而他当年为任贤奇所创作的《心太软》更是荣获了香港时大中文歌曲最佳作曲奖,除了这首歌之外更是以天狱或第35届金马奖最佳电影《佩乐》以及金马奖最佳电影主题区。 而把任贤奇捧红的那首歌《心太软》是因为自己在阿拉加斯外,其实当时的自己已经是赢了很多钱,想收手揍人的。 但是看到一个女的输了很多钱,心软了就想帮她赢回来一点,但是令她没有想到的是,不但没赢回来反而是把自己给栽进去全输光了。 这事过后,陈焕昌便是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《心太软》。 也正是因为如此,才有了《心太软》这首歌,而任贤奇也因此迅速走红。 其实任贤奇本身也是相当有实力的,如果没有《心太软》这首歌的话肯定也是会走红的,可能就没这么快罢了。 而如今已经52岁的任贤奇已经退映幕后了,已经很少出现在公众的眼前,最近爆出了任贤奇跟老婆孩子逛街的照片,从照片看到任贤奇似乎有点发福了啊,咋看这肚子都像怀了身孕一样。 难道是终年发福了? 実现实现了其实是任贤奇近来为筹备芯片增胖。 截至五月底时,体重就已经增加了16公斤。 先前受访时更透露,一天吃到六餐,没想到似乎因为增肥成果实在太惊人,导致近来总被调侃是油腻大叔,就连好友知名音乐制作人小虫也忍不住惊呼牺牲太大,你哪位啊? 身高177公分的任贤奇,五月底时曾在微博泼出两个月以来的增肥成果,尽管穿着宽宗衣物,却也藏不住明显的魂缘剧度,忍不住自嘲,我的人生进入另一个阶段 当时,他还扣出卡通人物小熊维尼的照片进行对比,对自己身材变化态度相当大方 相隔两个月后,任贤奇翻出过去裸身展现肌肉的猛男就招,忍不住腹上哭脸突暗感叹,最近老是被笑是油腻的大叔,哎,只能看看自己小鲜肉时的照片安慰一下 此文一出,立刻引来大票粉丝留言安慰,大家会看到你的努力的,为了心血,辛苦了心疼奇哥 小奇哥永远是我心目中的男神,我就中意你这个油腻大叔,你什么样,我们都爱